小朋友们 这是我两个儿子 孙孙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摘西瓜 今天来到这一片西瓜地 我们要现场给大家摘西瓜 教大家怎么挑西瓜 OK 我们现在开始去挑吧 西瓜已经熟了 这一片是叫瓦瑶这一代 全部种西瓜 沙地西瓜还是比较甜的 今天我们到田里去教大家怎么去挑西瓜 我们夏天到了 经常要买西瓜 好多人都无所适从 怎么样挑到一个好西瓜呢 今天我们到田里去看一下 今天这个田里要小心一点 不要踩到西瓜秧了 不要踩到西瓜秧了 看 今天这个大西瓜 我看看这个熟了没有呢 我叫大家去看 去看这个西瓜 这个应该是 应该还可以 有这一个 我们挑西瓜的时候呢 对 好 看下面不要踩到秧子了 一般我们挑西瓜 首先看这个西瓜的这个前面 这个越小越好 越小 这个点越小也好 我叫大家来挑西瓜 这个点越小也好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下面呢 有块白的说明呢 它是智能成熟的 这块白的接地的这一块 这个白的越多越好 然后我们再敲一下 它这手 这手呢 就说明神透了 如果说很闷的话 就可能就是熟透了 就熟透了 熟过了 他过来过来 你们不要闹了 过来过来 你看看他们两个也搬了一个 我看你们挑的这一个好不好 好 那是我发现的 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要挑的 就是我们这个后面这个西瓜呢 好 好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我再去挑一个 刚才把那个瓣弄到了 我给大家挑一下 这个西瓜是分这个公母的 西瓜是分公母的 我们看 这个西瓜这个瓣了 它如果是歪的 那就是母的 如果说是很直的这一种 那就是公的 我们挑西瓜的时候 挑这个瓣呢 是歪的 是这种歪的 它就是公的 它就是母的 它就比较甜一点 就是三点 我们挑西瓜 主要是要看这个三点 一个是前面这个尖 这个地方 越小越好 这个尖 有的这个地呢 是一个大的一个圈 我们挑这个尖 越小的越好 然后呢 这一块是有白色的 有白色的 然后呢就说明是自然成熟的 在地里 然后后面这个瓜地呢 如果是歪的 就是母的 如果是很直的 就是公的 我们挑母的呢 相对于会更甜一点 然后我们再敲一下 如果它震熟 比较震熟 然后比较清脆 就说明熟的比较好 如果比较闷的话呢 它就说明熟过了 我们再看这个花纹呢 要比较均匀一些啊 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西瓜 OK 好了 我们今天呢 把这两个抱走 看底下 看底下 不要踩到瓜殃了 OK 好 看底下 看底下 哦 看底下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是这个西瓜呢 就是教大家了 你们学到这个知识了吗 就是夏天了 多吃西瓜 还是很好的 并且我们现在这个西瓜很便宜呀 就要几毛钱一斤 啊 就要现在就是好的 也就才八九毛钱 便宜的三毛多钱一斤 真是好便宜 现在这个西瓜 嗯 别搞 要吃的 这个猪牙剑 我们现在呢 打开这个西瓜 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看看会不会翻车呀 应该不会翻车 哈哈哈 OK 开西瓜了 叔叔还没熟 哈哈哈 没熟不可能 哈哈哈 哦 还熟啊 但是这个皮有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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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看看 看看好不好吃 哇塞 嗯 这个皮 说要再长一段时间 这个皮会薄一点 现在还有点那个什么 咱们要不要切个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 吃一口 这个皮好厚 现在想吃一口啊 好不好吃 嗯 好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哦 这个瓜 再来一口 甜不甜 对对对对对 我看看尝不甜不甜 嗯 那是很甜的 啊 熊要不吃啊 啊 啊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嗯 这个瓜还是挺甜的 黄瓜 瓜瓜 不像那种 嗯 它是自然的 而且我牵着你的手 一座大南瓜 它是有那种 自然成熟的那种 小时候吃的 在经常城市里 买的那种西瓜呢 好像没有那种的味道 现在呢就是 反正就是 有我小时候那种 吃的味道 这个西瓜的那种甜味 好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摘西瓜呢 就 把这个怎么挑西瓜呢 也介绍完了啊 夏天呢 要多吃西瓜 又解渴又解蜀 哦 然后呢 看到吗 然后喜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点赞 关注 关注 转发 点我们的小铃铛 OK 小朋友们 再见 拜拜